嗨,我是Tia仔仔阿比 歡迎你又收看我的頻道囉 我今天不分享美髮 今天教大家修容 但是不是我教 我是炒了一個彩妝師 來教 那我們現在就有請 我們今天的彩妝師 天靈靈地靈靈 有請彩妝師 嗨,彩妝師來了 嗨,大家好 你是倩女幽魂嗎? 小倩 來了 倩兒 倩兒,我好想你啊 倩兒,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 教大家怎麼修肉肉臉的女孩子 今天教大家怎麼修肉肉臉 那,不要擔心 我還有拍一個有蓮有角的臉型 那如果你們想看有蓮有角的臉型 我放在下方的連結 歡迎大家去點他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 廢話不多說 反正P老師的介紹 已經在另外一部影片 我就不想再介紹他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歡迎 我們今天的彩妝model吧 嘿,GO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今天的彩妝model 樂樂 嗨,歡迎你 今天是肉肉臉的代表 還 還 聽起來不是很開心 還可以嗎? 心情受創了嗎? 還好 還可以喔 好,謝謝樂樂 因為我也是拜託他很久 就是拜託拜託他這樣幫我們拍今天的影片 好,那等一下呢 一樣就是PT老師會幫他畫今天的修容 然後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修容該怎麼辦 那如果你看了我們影片之下 在看我們影片的同時呢 你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囉 我們會請PT老師就是在下方回應你 或者是我在結尾會放PT老師的IG 你也可以去打擾他去反他 關於彩妝部分 那關於頭髮部分 當然就可以詢問我囉 好 他剛剛還好嗎? 那PT老師有什麼話想要跟大家講的嗎? 你說關於他的修容的部分嗎? 對阿 還是關於你自己 還是關於我 不用好了 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好了 好 關於修容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先麻煩你把頭髮往後撥一點 清楚的看到他五官的一些特徵 好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額頭 算是還蠻飽滿的 對 那因為有他的瀏海的修飾 所以整個的髮際線看起來還蠻平整的 對 然後也蠻柔和的 那雖然他兩邊有那個角 因為頭髮修飾的關係 對 我們可以不需要特意再用修容的方式處理 什麼角什麼角要跟大家說一下 方便嗎? 好啊 我們看一下 如果 看 殘酷的往後撥的話 其實他的額頭蠻像男生的喔 蛤? 糟糕 你看他這邊就是一個方的感覺 對 對不對? 對 那因為我們呢 有了所謂的瀏海 做了非常巧妙的修飾之後 我們把它放下來 好 不好意思 把你摺好 對 瀏海這時候就很重要了 很重要這時候就要找他們的 找我 就要找我們了 美髮的部分 沒錯 所以修容不是只有彩妝可以處理 對 髮型也是非常重要 對 它是合在一起的 沒錯 那因為我們有了瀏海去做修飾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看起來 他的髮際線就是比較偏正常女生 嗯 有圓弧的感覺 飽滿感 是 對 那在比例上其實他的 呃 大小或是寬度都還算還好 不需要說特別 我們修飾要修一大塊 嗯嗯嗯 就是像我剛剛有講那個什麼 長壽工有沒有 那是在三個影片 三個影片要看喔 對 不要再tick他了 長壽你都覺得白了 對 不如說長壽工 對 等一下要付他通告費 好 因為他的沒那麼高啦 所以其實只要一點點 嗯哼 一點點在髮際線這邊 有露出來的地方 嗯 做稍稍的修飾 嗯 所以面積不能太大 所以他條件算不錯 對 很優 很優 謝謝謝謝 但人家還會想看嗎 那如果條件不優了怎麼辦 條件不優了嘛 我們就要看上一支影片囉 教你如何去修飾 所謂的我們的額頭 所以我們的大小 可以用陰影的方式啊 去呈現 我們想要看出來的正常 黃金比例的 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 好 不見血的方式 不見血的方式 對 怕痛的都可以看彩妝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往下 來看一下他其他的條件喔 嗯 我們看一下他的臉型啊 其實是 偏圓形臉 然後再跟耳丹臉 做一個解剋的 嗯 那我們修飾的重點 就會放在 我們的 顴骨下面的這塊陰影 對 就是我們俗稱的 脆杯吧的位置 對 我們把這邊的陰影呢 再去做一些強調之後 就會讓他臉型 看起來有點像 鵝蛋臉 所以看起來比較像是大三角形 對 看起來比較結 你知道嗎 所以看起來就 嘿 比較有那種 有精神 有氣色 然後臉會看起來比較小巧 有那個小顏效果 就日本人非常 迷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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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 我們會請 你做一個魚臉 魚臉 就是這樣子 像是魚的嘴巴這樣子 現在嗎 對現在 對對對 那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他修容的位置 或是在哪個位置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這樣OK嗎 對 再來的話 我覺得 需要再幫他 稍稍做調整的位置 就是 鼻子 嗯 我們可以看得到 鼻子真的很重要耶 很重要的 鼻子你就可以當女神了 真的 回到主題 好吧 就是 因為他的 五官來講 相對的是 眼睛非常非常的大 是 很漂亮 很漂亮 對 但因為這邊的 這邊的條件很好的 相對之下 你就會覺得 他鼻子 稍稍比較扁平 嗯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可以去強調他 三根的位置 是 讓他再碰 碰出來一點 兩側的陰影再多一點 他就可以跟兩邊的眼睛 有一個協調感 對 所以我的修容 我會想要說 把這邊呢 再往 用那個打亮的方式 對 讓他再更高一點 嗯 然後我們在做鼻影的位置 讓他再 稍微深邃一點 嗯 然後讓他呢 凹凸有致 這樣他看起來的感覺 就會更美 更好看 哦 了解 所以 我們要操作了嗎 所以 一操作我就廢話不多說 好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等一下就操作囉 那我們要開始進行呢 他的修容改造 我們呢 順序也是一樣從上面往下 那方便的顏色也是偏 比較淺的 帶灰的 這個咖啡色 灰褐色 那因為他是一般正常 我們在做修容的顏色的選擇 千萬不要選暖色調 好 那我就是用 黑色的這一面呢 會來當作修容的 反過來白色的這一面霜 我會用來用打亮的 就這樣子 分開使用 那剛剛講到就是 他的額頭條件還算不錯 所以在修容的位置 我們不需要給他太大 那 而且再加上他有瀏海的關係 他的這邊的 我們側腹的這個地方的腳 就會被修飾掉 所以我會想強調 就是在上面這邊 讓他額頭再稍稍短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我們上的位置也是一樣 沾完之後 把魚粉拍掉 然後最重的顏色 就是靠近把氣線這邊 我們先用按壓的方式 先把這邊呢 補一下 補一下 然後記得啦 女生的額頭 都是有一點偏遠的 所以呢可以像 圓的方式這樣戴下來 戴下來 戴下來 從這邊慢慢的這樣畫上 然後呢可以往後撥 往後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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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魚粉散掉之後呢 我們可以稍稍的 有些地方往前戴 讓他銜接起來是自然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邊 順著他髮地線一直畫到他 很像太陽靴的位置這裡 去做一個 很像偏一個圓形的修容 好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額頭會瞬間看起來比較小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Tree paper的位置 那怎麼找呢 我們就是請The Model 做個魚 魚嘴 魚嘴 沒錯 那我們請Model往你的右邊看 右邊看 對對對 整個大側面右邊看 好我們看到魚嘴的位置之後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他的顴骨的下面 這邊會有個凹進去的地方 那大概位置都是從耳朵的中間 一直到我們的嘴角 就可以調卸 所以也是一樣 同樣的技巧呢 我們最深的位置 是放在耳朵的位置 你就按壓這樣子來回推 然後往前戴 這邊最深喔 然後呢 往前稍稍的戴一下 我們坐在這邊 所以你不太知道 顴骨下面要怎麼修的 就是可以先做個魚嘴 然後往下戴 然後這時候不用再一直沾 我們就可以把剩下的魚粉就往下 那因為呢 我們要去處理修飾它臉型的位置的關係 所以我修的位置會有點像三角形的 所以這邊會稍微大一點 然後前面會尖一點 所以它修完之後臉就看起來比較小 所以它不能畫一條桿喔 它會有一個三角形的感覺 從這邊帶 對 所以它的那個翠杯吧的問題 就會被解決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下巴的位置 它下巴其實啊 如果你修太多 它的下巴看起來會更懂 所以基本上呢 我會直接從它下巴這裡 直接往下畫就好 但是不要整個往上點 因為我們剛剛修容這邊 你修一塊了嘛 我們這邊的陰影只要一點點就好 不然的話你整片就會變那個黑麵菜一樣 從這邊也是一樣 從下面往上往下往上往下 讓它衔接是自然的喔 然後把它接在脖子下面的自然陰影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下蛋 這樣修起來的感覺就會比較自然 不會就是突然有一塊很深的修容色 卡在你下巴那邊 看起來就會非常的突兀 又不是舞台雙 不用那麼誇張 好 那我們現在請model往正面看 我們現在要來修一下底 好 因為呢 剛剛有講到它的三根 是比較稍稍扁一點的 所以我們要highlight 那原本我用的都是比較偏霧面的highlight 這比較淺色對不對 那為了要加強它的效果 我可以用一些金屬光澤的highlight 去強調它吐出來的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不會用 我們用的這一盤的霧面的highlight 我會用這個 好 我用這一盤有金屬光澤的 有沒有 閃閃動人的 好 沾完之後呢 我們找出它這邊比較扁的地方 就直接把高光呢 往上去 然後再稍稍往下 那因為我們希望這邊最膨嘛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用按壓的方式疊 好 然後接下來剩下的地方呢 不要再沾了 我們可以往上往下蓋 這邊可以讓它砰一點 往上 然後這邊往下一點 所以它需要的highlight的地方 比較會是在三根的位置 而不是鼻頭 它鼻頭算還蠻好看的 如果那邊打太多 就覺得龍珠又會出來了 所以這邊讓它稍稍的強調 然後讓它看起來 欸 鼻樑很挺 好 那我們打完高光之後 我們來處理一下它的鼻翼兩側的陰暗面 那為了要讓它比較明顯 這時候我擠出的也去偏高狀 就不會用那個剛剛的粉狀的喔 那我會用這種修容棒 修容棒 它是高狀的 所以它的飽和度會比較好 這才飽和度比較好 那用的刷子就要比較鬆一點 要鬆一點 不然呢 上上去就一塊 我媽媽的 很不自然 那我們沾完之後 可以在我們的手臂這邊 先試一下那個感覺 這個顏色是不是你要的自然的顏色 OK之後我們就開始 從它的眼凹這邊 從眉頭啊 我們還有眼頭這邊有個凹處對不對 我們最深的地方往這邊放 先按壓的方式 好 然後慢慢的順著鼻樑亮下來 這邊最深 按壓的方式 然後呢慢慢的往下帶 多餘的 剩下的高狀修容產品 往下帶 然後往外側鍋 然後這個刷子有個經驗的地方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來回這樣掃 來回這樣掃 去加強一翼兩側的深邃感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跟眼妝呢 融在一起 所以這邊的凹處 有出來的話 相對的它的鼻孔 就會 比較低 四鼻樑齁 看一下 看到了 因為只有做半邊嘛 所以應該還蠻明顯 那個差異感 對不對 剩下的啊 不要再沾太多了 剩下往外撥 往外撥 往外撥 然後我們的鼻翼兩色也可以給它一點 鼻翼兩色一點 所以這個的高狀的修容技巧 就很容易讓 對 可能自己鼻子不太滿意 比較點他的女生呢 可以救我們的一個小技巧 好 然後呢 我們可以啊 如果我們覺得它鼻頭稍稍有一點點平原的話 我們硬也可以從這邊往下畫 這樣 往下畫 然後讓它看起來的 鼻頭 可以再做一些修飾 對 因為這邊有凹進去的地方嘛 對不對 就是凹進去的地方再往下畫 好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完成它的鼻頭的修容 還有我們剛剛按照步驟從額頭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的全補下側的陰影處 還有下巴的線條就一次完成 這個就可以去拯救 這個叫什麼肉肉臉的女孩們了 就是剛剛謝謝PTR幫我們示範了 就是肉肉臉的修容技巧喔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的技巧能夠幫到大家 那如果你有關於彩妝的問題 或是美髮的問題啊 你就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也會在結尾的時候 放上PTR的IG 如果你要找彩妝師就去翻他吧 不要煩我 那如果你有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r 那如果要找我用頭髮 可以透過我的IG或粉專訂閱喔 然後我在高雄 好了你有煩 哈哈哈哈 我在台北 對他在台北啦 台北的朋友可以找他 他也會用頭髮啦 欸你有在做現場嗎 我沒有在做現場 不要來煩我 對對對 但如果你需要一些什麼 就是重要場所需要妝啊 還是一些梳的頭髮 梳的頭髮都可以 好囉 好囉 好他可能該吃藥了 那就謝謝你收看我們今天的頻道了 那下次見了 如果你在下方留言 我們就可以出場更多關於美妝的頻道 掰掰